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 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好 今天我們看到 台北股市大盤指數 在昨天下殺了118點之後 先呈現一個標準的 來回震盪 亮縮整理盤 來看到指數今天開盤 下跌40點之後 一度是殺低 跌了78點上去 然後又馬上的拉高翻紅 漲了79點 但是又再度的下殺翻黑 收盤指數變成最後小跌6點 以16870點做收 重點是成交量縮到3281億 那這種盤式 各位投資朋友 你說該如何操作 提醒大家 很多投資朋友做股票 如果都是習慣 找盤看到什麼股票 大單在那邊急拉 股價往上出量拉高 就喜歡追價 但是你會發現行情過去好的時候 你這樣做或許多多少少賺一點 但是可能也都賺不多 但是只要碰到像今天 大盤一個亮縮整理盤 很容易就怎樣 很容易就是追了就套牢 追了就套牢 然後到下半場你會發現 當散戶找盤看到大單喬勁追高 然後下半場你殺我殺 趕快殺的時候 就會有多殺多賣壓 這時候反而你在這邊追高強勁 到最後都是賠錢居多 所以這種亮縮整理盤 憲榮老師常常強調 注意我們做當從 通常會採取反市場操作的策略 也就是我們找盤先按兵不動 去觀察哪些股票 有這個地方出量拉高 吸引散戶追進之後 一旦後繼無力 開始大戶要出貨了 我們就開始怎樣 逢高別人追高我們先賣 賣完大家尾盤下殺 我們不就可以掌握賺錢機會了嗎 來看看是不是這樣 憲榮老師今天就準備了 兩檔個股給會員朋友 做當充建議 第一檔航空股當中的長榮航 這兩天利多見報 公司說這個高票價 將可望持續到明年第一季 長榮航營運 渴望都能夠持續的一個成長 但是股價早盤也是這樣 出量拉高 出量拉高這裡都有大單在敲進之後 吸引了散戶進場去追高 但是接下來發現 這地方有大戶開始拉高出貨的 反手出貨的動作之後 別人追高 我們就會建議會員朋友 轉弱訊號出來之下 採取先賣後買的策略 來看一下這是今天長榮航的走勢 早盤出量拉高多少人去搶進 我們發現有大戶在出貨了 所以今天我們10.08分 建議會員朋友 短空2618的長榮航 36.4到36.6之間先做賣出 停損目標也都定下來 不過長榮航賣完之後 最高賣到34.5 平均賣在最高賣在36.5 平均賣在36.45價位之後 後來股價出現了 我們常講到 兩派搭戶在那裡多空僵持 逢高有人出 但低檔好像支撐 這地方有人在撐 這種狀況下半場變數會比較大 所以這檔個股 我們提前在11.14分 當時市價又拉回到成本 36.4附近的時候 我們就在成本附近來做買回 先收回資金 這是憲榮老師操作的原則 穩中求勝 而且都是先求穩再求勝 如果有疑慮 寧可今天這一檔我們不賺 就先收回資金再說 今天我們準備了 兩檔個股給會員長榮航 今天成本附近收回資金 沒有賺錢 第二檔個股 鎖定的是AI概念股當中 做板卡的2377的維新 最近搭上了AI的熱潮溢柱 大家都在看好 下半年是不是有機會 業績成長 但是也發現今天早盤這樣 出量拉高之後 發現怎樣 又有大戶在那裡 拉高反手出貨 這個指標也轉落訊號出來 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一個維新 早盤是不是出量在做拉高 多少人這地方去搶進 但是當它股價不對 反手開始要這個大戶出貨了 我們就會建議會員朋友 採取一個先賣後買的策略 來看到這是今天 在10點16分的時候 發出的指令 短空2377的維新 技術面轉落之下 定價197到198之間 先做賣出 停損目標也都定下來 後來這個10點16分 發出指令之後 股價到了10點45 都在197、197.5附近來回震盪 有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會員朋友可以衝容的 在197以上短空先賣 最高可以賣在197.5 等到下半場 正如我們所說的 早盤出量拉高 後繼無力 下半場賣壓就開始 多殺多賣壓出現了 對不對 到了這地方 10點25分的時候 達到193.5 我們也建議會員朋友 這時候可以在194以下來做買回 入貸為安 這個尾盤最低還有到193 所以今天穩穩的 至少賣在197以上 最高有197.5 不在194以下 當時在193.5 最低還有193 最少最少也都有 3塊錢以上價差 可以入貸為安 今天假設百萬額度 有人做個6張 6張下來一張三天 又可以幫自己加薪個多少 1萬8左右了 所以你看到 我們就是採取這樣 穩扎穩打的一個 快打當衝作戰方式 繼續在幫會員朋友 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你也不要小看說 這3塊錢價差6張1萬8 你去想想 假設你100萬 拿去銀行 拿去郵局放定存 你要有多久 才會這地方100萬 幫你升出1萬8的利息 要放個1年多 才會有這1萬8的利息 對不對 這可能還比這個 物價上漲的速度還更快 錢最後越放越薄 可是我們今天利用快打當衝 幫很多投資寶 一天就賺進了 一整年的利息 而且不是今天賺 看到從上個禮拜以來 上個禮拜我們三度出手 禮拜一操作椅頂 那天先買 急拉上去 2332.5賣出 6塊價差 3張也是1萬8入袋 禮拜二休平一天 禮拜三操作台藥 那天是先賣後買 小賺2塊價差 10張也有2萬入袋 禮拜四放個颱風架 禮拜五操作 探權概念股裡面 6874的貝利 先買後賣賺回3塊價差 7張又是日薪2萬1入袋 上個禮拜三次出手 三戰三勝持續賺錢 那這個禮拜我們四度出手了 禮拜一操作新雲 賣債237 殺下來229買回 一口氣8塊價差 5張4萬入袋 昨天再做一趟新雲 昨天父親節 我們五度五關 新雲又至少賺回6塊加差 5張又日領3萬入袋 那今天這地方長榮行 打平作收 成本附近收回資金 維新小賺3塊加差 6張又加薪1萬8了 所以最近這兩個禮拜 我們總共7度出手 創下了6勝1合 總共7連不敗的成績 繼續穩紮穩打 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憲榮老師其實也再三強調 當然我不可能保證大家 天天都穩賺不賠 那是不可能的神話 但是憲榮老師給你是別人 沒有的四大保證 第一個 當沖鼓 你看到我們真的就當天進 當天出 不會說有賺叫你出掉 看錯就叫你放波段 其實熬單沒有 當天進當天出 這最基本要求 第二個保證 每天最多只會有兩檔當沖鼓 所以平常一檔 像今天兩檔已經是最多了 第三個 每個會員朋友收到的當沖鼓 都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會員朋友 跟著我做當沖 通通收到這兩檔 2618的長榮航 跟2377的維新 第四個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 秀的當沖鼓跟會員收到不一樣 老師當場就是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推出 就是這樣給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我們持續用最高標準要求自己 就是這樣最高標準要求自己之下 今年上半年 我們創下了盈虧相抵之後 累計報酬率達到51%的成績 而下半年7月1號到今天 應該是8月9號為止 目前我們這地方 13剩這個三副的成績 累計報酬率已經來到28%了 這勝率超過八成的條件之下 你看到會員朋友 每檔如果都用 百萬額度左右來做操作 目前為止 幫自己加薪個個十百萬 千萬 十萬 二十幾萬 不是不可能夢想 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對不對 持續努力在幫助投資朋友 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如果說投資朋友 認同憲榮老師這樣的操作方式 穩殺穩打 盤中滿手賺了就走 持續的掌握賺錢機會 盤後又保持空手 讓你避免了股票 萬一跳空中挫的危機 風險降到最低之下 來幫你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認同我們這種操作方式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在接下來的行情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 回來繼續談到大盤走勢了 大盤指數的部分 在昨天下殺118點之後 今天稍微在這地方 做一個震盪整理 還記得在7月28號那天 我們剛剛提到 那時候指數在17300多點 接下來大盤這個地方 站上50日線之後 有機會去挑戰前波17401的高點 但是特別叮嚀大家 當時發現到 這個融資餘額持續在攀高 散戶繼續用這個融資 在借錢買股票的時候 指數要上不上 一下跌一下漲 一下跌要下漲 誰在賣啊 這個已經有大戶在出貨了 那加上指數來到17401 突破前波17346高點 但是你發現指標沒有過前高就算了 龍頭的台積電 那個594的高點 也都沒有能夠去過去 所以這個結構上來看 當時都特別提醒 這個反彈有可能做個右肩 甚至假突破 過了17401之後 就會怎樣 再度的反手下殺 這是7月28號那一天 指數還沒過17401 就提醒大家 小心假突破之後 再度的反手下殺 那結果講完 8月1號指數突破17401 開盤最高來到17463 多少人看到指數過關了 衝啊 趕快搶股票的時候 接下來 卻是一個反手擊殺715點 一口氣殺到上禮拜五 最低來到16748 反手下殺了700多點 所以是不是正如我所說的 假突破之後反手下殺 那下殺完 這禮拜一又一個反彈 禮拜一漲了152點 很多人說你看不用怕 拉回找買點就對了 但是也提醒大家 這個價量結構你都要很小心 這一波大盤你有沒有看到 漲到17300多點之後 每次爆量 K線就是開高走低收黑 每次爆量 K線就是開高走低收黑 這裡又兩度爆量 都是下殺 那大盤爆量就下殺 反彈量卻縮 禮拜一漲了152點 量縮到3200億 所以這種價量結構 我說過對多方都是不利的 那籌碼更是要注意 從大盤漲到17346 6月16號那一天為止 融資又增加了300多億 散戶持續在擴大信用 跟券商借錢買股票 就是融資對不對 好 那融資持續在攀升 你要指數就是這樣 跌下來又上去 跌下來又上去 那誰在賣啊 發現到6月16號以來 外資大賣了1600多億 所以這種籌碼就形成了 散戶在買 用融資在買 大戶以外資為主 都持續在賣 所以這個價量籌碼 我說過對多方都是不利的 所以才會在禮拜一 指數漲152點的時候 有沒有提醒大家 這個反彈疑似 可能就是一個逃命波 講完之後 禮拜一漲了152點 昨天盤中下殺180點 收盤跌118點 果然再度下殺 當然跌下來 這兩天大家都會觀察到 指數好像守住 這個季線的一個支撐 季線在哪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 目前季線的位置 把它簡單一點 就這一條 最新的位置在16839 好像大盤這幾次 反彈都有守住 看起來目前為止 還在高檔震盪 但是我也都提醒 這個接下來 如果台幣能夠正式的直穩 那台積電能夠這地方 突破594 這才代表外資正式的回容 指數才有機會正式的轉強 不然頂多現在就是在做什麼 一個高檔來回震盪的走勢 那高檔來回震盪 很多人都跟你講 不用怕 指數放兩旁 旋骨擺中間 跟著他們買強勢股 就會大賺特賺 限榮老師也都再三叮嚀 你會發現過去這一段期間 跟著這些投顧老師 到處追逐強勢股的結果 當軍工概念股大漲 他們就帶你去追軍工 現在像寶一 已經從69.6塊 跌到剩下48塊了 當觀光股在大漲 那些老師就告訴你 暑假忘記到了 觀光股會大好 大家你去追 像五福 像這地方 這些觀光股現在也從119 跌到剩下80幾塊了 然後前陣子又帶大家去追逐 AI概念股 你看到最近也都開始反手下殺 包括偽創不跌則以 一跌從161 跌到今天又跌下來 今天又中錯了9塊錢 最低已經這兩天殺到100億了 所以你看到到最後 看起來是半天轉金條 這些投顧老師到處帶著你 追逐強勢股 卻是讓你一追又套牢 到最後滿手都套牢 可以嗎 再三提醒 現在更要提防 指數高檔震盪 都是短線大戶在掌控盤勢 因為你看外資為主的大戶 都撤退了 所以都是短線大戶在掌控 那這些短線大戶 今天拉一根漲停 賞戶不追就散了 賞戶現在到處追逐的時候 拉完賞戶追 他們就出貨 出完貨割完韭菜 股價又是反手下殺 就會造成類股輪動速度 加快之下 到最後你到處追軍工 生技光光 電網概念股 探權概念股 AI概念股 什麼超刀體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看似題材很豐富 最後你卻是摸天轉金條 一追又套牢 然後可能最後就是滿手又套牢了 所以這種盤你說該怎麼賺錢呢 你就會深刻了解 憲榮老師跟大家講 最好的操作策略就是我所說的 快打當衝作戰 有賺錢機會仍然努力把我盤中滿手 重點我們賺了就走 而且有賺沒賺盤後保持空手 自然就能夠幫大家高枕無憂 用最小的風險找賺錢機會 但是我也再三提醒 很多人講到當衝都是這麼做 怎麼做呢 每天看到什麼股票急漲就追高 大單敲進就趕快去搶 當然行情好運氣好的時候 你也會賺一點 但通常都賺不多 常常就是賺個兩三千 就趕快跑掉了 是不是呢 但是重點是行情好你賺一點 行情一個不好 你常常就是追了就討勞 追了就討勞 那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都只能夠靠著行情好的時候 才會賺到錢 但是行情不可能永遠都只漲不跌 對不對 到最後大盤只要一整理 不要說下殺 像最近這樣高檔震盪 你就是到處追 到處套 萬一套牢 很多人就想說不要再強了 改放長期投資好了 其實是已經開始長期套牢了 到最後就會怎樣 越套越深 越賠越多 讓你受傷殘重 重傷殘賠 很多人做股票 到最後是不是都這樣子 行情好賺個一點點 行情不好追了就套牢 好 到最後受傷殘重 所以憲榮老師才會再三強調 當衝不是讓你這樣子 想得那麼簡單 像我們每天都會按照SOP 第一步觀察盤勢 決定好多空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確認轉折才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紀律 理性操作 有攻擊機會 我們做短多先買 找大戶進貨 轉強的股票買進 整理盤我們做短空 凡市場操作 找大戶出貨轉弱的股票 確認轉折先做買出 下殺回補一樣能賺錢 並且遵守紀律 理性操作 甚至會員朋友想學 那怎麼去找到大戶進貨 出貨的股票 怎麼去找到轉強轉弱訊號 會買跟會賣 做當衝怎麼去判斷 當天盤勢要先買還先買 要先買怎麼去選到 先買的股票 並且在急拉大漲之前 就能夠出手 要先買怎麼去選股 怎麼去掌握到出手的時機 大跌之前就能夠高檔先做 這個先買的動作 這個部分 憲榮老師也都有這地方 提供給會員朋友 一個月的一個實戰教學 那為什麼要教這個 你看到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持續在賺錢 像AI概念股當紅 我們鎖定1560的中砂 發現大戶洗完盤 準備再度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所以還沒急拉大漲 我們就在145以下買進 急拉上去151.5了 別人追高了 我們151賣出 6塊架差7張4萬2入袋 疑頂也是大漲之前 我們就先做買進 326.5 等到急拉332.5賣出 這樣子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有沒有 326.5以下買進 急拉大漲 這地方332.5賣出 6塊架差3張又1萬8入袋了 所以怎麼樣在大漲之前 掌握好出手時機 這也是一個關鍵點 有攻擊機會我們短多 通到整理盤 最近大盤整理了 這個禮拜我們不就短空先賣嗎 新雲上禮拜五漲停 隔天散戶還在追高 已經發現大戶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趁著股價大跌之前 237附近建議大家賣出 最高還有到238 我們236.5到237.5賣出 賣完之後打到最低228 我們229買回 8塊架差5張日領4萬又賺起來 8月7號賺一次 昨天父親節再做一趟新雲 又是先賣後買 至少6塊架差6張 這個5張又有這個地方日領3萬 目標達正才補的 賺得更多的也都恭喜你 今天這個維新也少賺個3塊錢 6張也有1萬8入袋 所以就是這樣用當天進出 延扣控制風險之下 並且用有紀律的短線操作 重點我們是要達成長期而穩定的績效 所以我都再三強調 我們做當衝不是要跟他拼一把賭一把 而是用當天進出延控風險 用短線操作達成的是長期而穩定的績效 那就是這樣子操作模式之下 你看到最近我們7次出手 7年不敗6勝1合的成績 上半年累積報酬率達到51%對不對 下半年目前一個多月的成績 已經有28%了 繼續穩紮穩打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如果投資的話 認同我們這樣的操作方式 也想用穩紮穩打的快打當中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來提升你全家人的生活品質 實現你人生很多夢想 不要再猶豫不決 就從現在開始 這個地方這兩天父親節 憲榮老師也特別提這個地方 再幫大家爭取 52888給您最後一天的優惠機會 想要把握的廣告休息時間 就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絡 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888父親節 運達頭顧高老師 祝天下父親財富一路發 健康活力旺 特別推出88節感恩大回饋 全面只要52888起 就可以與高老師一起征服服海 共創雙贏 最後一天 詳情速下入會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高老師 極品超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恰專線02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慘罪 入會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台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再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這一波拉回下沙 回測到季線附近之後 目前看起來 維持在短線的高檔來回震盪 但是你要去注意 當價量籌碼 對多方仍然不利的情況之下 萬一季線又失守 就有可能怎樣 進一步的下探半年線跟年線的關卡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才會再三叮嚀 賺錢機會要把握 但是風險一定要擺在最前面 那麼想要降低風險 又要穩扎穩打掌握賺錢機會 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跟著我們採取 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我們每天會提供最多兩檔當衝股 給你做操作建議 清楚的告訴你該先買先賣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老師幫你看 到了架簡訊通知 無論如何當天待進都會當天待出 像今天兩檔當衝股 2618的長榮行 賣在36.45元附近之後 兩派大戶在那裡多空僵持 我們就在成本36.4附近買回 由一律先收回資金 第二檔2377的維新 大戶出貨轉弱訊號出來 我們一早這地方197以上短空先賣 最高來到197.5 賣到之後反手下殺 這個194以下成功買回 至少3塊價差 6張1萬8入袋了 就這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早盤賣在197以上 194以下買回 很多人今天就可以幫自己 百萬額度又加薪個1萬8 不只今天賺 以頂這地方6塊價差 3張也是1萬8 台藥2塊價差 10張2萬 貝利這3塊價差 7張2萬1 上禮拜三戰連勝 這禮拜四度出手 新雲兩次都賺錢 今天長榮行打平作收 維新又賺錢 目前七連不敗 六勝一合的成績 繼續穩扎穩打 利用當衝有機率的短線操作 來達成長期穩定績效 這個地方要幫自己 月入六位數10萬以上 你看到不是不敢的夢想 想把握的投資朋友 記得我們的52888 今天給大家最後一天的機會 只要52888 就有機會跟著憲童老師 一起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歡迎趕快把握機會 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искforce 我各位